当你看到礼物、兔子、扶带的时候 你会想到些什么? 没错了,就是扶带节 但是,究竟是谁扶了? 其实,扶着真正的主角,是耶稣 想当年,耶稣被犹大出卖 继而被带上了法庭 判官,比拉多,找不到任何的罪状 群众,他因为私心,而失去了理智 我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你们希望我怎么做呢? 于是,在群众的压力底下 比拉多将耶稣盼住了鞭利 并在星期五将耶稣移送各个他的山上 钉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历经熟悉的痛苦和死亡 爱与犹太人的法律 星期六是安息人 一切的活动都要停止 耶稣的追障者 只好在星期五日落前 将耶稣的遗体 重重的安葬在一个梦月内 就重重的离开了 星期二的早上 当人再回到梦月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耶稣的私手不见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 透过耶稣无辜的血 洗净世人的罪 并在死内复活 让人明白他是神 从今之后 基督徒就将纪念耶稣复活的星期一 称为复活节 这个就是复活节的缘由 而基督徒也因着耶稣的复活 而对生命有了新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自己 你愿不愿意 认识耶稣 让他带领你体验 主人收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和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